俄罗斯装甲部队在阿富迪夫卡遭遇屠杀式的打击 这个局面还有解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贤超 乌克兰战争已经进行两年多了 现在战场的透明化 以及自杀式穿越机对战场态势的影响 是一个非常老套的话题 但是当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在阿富迪夫卡前线 一次性的就损失了20辆坦克 装甲车时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难道乌克兰军队这段时间所表现的活力不足焦虑 只是在卖惨 是为了诱惑俄罗斯军队发起这样的进攻 还是俄罗斯军队在故意采用出招而又直接的进攻方式 想要证明装甲洪流的生命力 再或者是俄罗斯军队现在找不到突破乌军防线的办法 此举只是为了碰碰运气 但是用这么多士兵的生命开玩笑 似乎也说不通 不管你怎么想 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俄斯人所组织的这一场 包括42辆坦克和装甲车的地面进攻 成为了装甲力量地面作战悲壮的现实 它甚至有点像波兰骑兵当年对抗纳粹德国的坦克一样无力 之所以这么说 是源于乌克兰军队公开的一段视频 俄军在阿富迪夫卡前线发动了一场迄今为止 在一线战场规模最大的进攻 包括36辆左坦坦克 12辆BMP步兵战车 这些装甲战车据说来自于俄罗斯第90坦克师的第6坦克团 其推进的方式还是老一套 由坦克动队在一条硬化的路面上 排列成一列向前行进 车辆之间的间距很小 该坦克群的进攻之所以不在宽大正面上展开行动 主要是为了避开地雷 这在战术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这么玩的后果就是 只要前面的车辆被击中 那么整个装甲纵队就无法前进 而只要后方再有一辆车被击中 那么中间的坦克要想返回都困难了 因为它没有可能会闯入地雷阵 画面显示这支勇敢的装甲力量 随后就遭到了乌克兰军队的反坦克导弹 穿越机和火炮的连个打击 乌克兰空中突击部队的第25独立空降旅程 这支部队被直接摧毁四辆坦克 和两辆BMP 随着俄军的重队陷入轰乱 更多的车辆被击中或出雷 前后共有20辆装甲车 在随后的战斗中停止行动 你要说俄罗斯军队对这次进攻很盲目 好像也不是 因为每一辆装甲车都配有反无人机防火 乌克兰一线的作战人员将俄斯军队的这场进攻 描述为纯粹的疯狂 这次袭击发生一天后 该村庄周围的战机战双方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俄斯军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使用坦克的方式往往是小规模的机动攻击 西方媒体认为 这次攻击似乎证明俄军有可能将战术转向更猛烈的装甲攻击 如果能够奏效的话 当然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预示着 乌克兰战场真正有可能出现乌军全面崩溃的情况 西方媒体认为 小型无人机已经主宰了战场 俄军和乌军是全世界使用廉价无人机进行地面作战最厉害的军队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穿越式无人机的出现 已经让坦克穷途陌路了吗 可能还真的是这样 至少在坦克配备成熟的主动防御系统之前 或者是进攻一方 能够找到拦截和干扰自杀式无人机的有效措施之前 这种战场困境可以说是无解的 道理很简单 穿越机实在是太便宜了 太精准了 甚至其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强 有消息显示 俄罗斯和乌克兰装备的具备一定自主飞行能力的无人机 几乎不可能被干扰 而且还能够主动打击 坦克装甲车的薄弱部位 这在当前几乎就是难以对付的存在 按理说 防御穿越机最好的武器是激光防空系统 但是俄乌双方用不起 而且也没有这样的装备 目前全世界能够提供大量的激光防空武器系统的国家 唯有中国 那么除了激光武器以外 自行高炮也是一种防空手段 但是它们需要面对太多的穿越机 因此也很难取得有效的战果 何况 自行高炮的弹药储备量和火力密度也是有限的 很难完全保护本方的坦克编队 你用电子干扰手段 对这些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软杀伤 不好意思 双方的穿越机在放飞之后 很快就可以自主飞行 不需要以后方的控制员进行通讯 因此对这样的无人机也很难干扰 当然对付自杀式无人机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释放大量的烟雾 以遮蔽对方的视线 但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也会影响到 本方装甲编队的视野 可见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 坦克装甲力量的进攻要想获得成功 在理论上讲只是一种战术 进攻一方若能在对方的阵击前精准地制造出大量烟雾 阻止地方无人机的有效攻击 然后出动扫雷车 进行大范围的地面排雷 再让几方的坦克在烟雾的掩护下 在战场的更宽大正面发动大规模的装甲突袭 然而在实际操作时 可能无法精确地控制烟雾的扩散方位 更不可能一直释放烟雾 何况扫雷车也会成为对方的打击目标 从目前情况看 俄军似乎还不愿意 也不想组织起更细致的装甲进攻战术 那么后果就是要付出无伪的伤亡 可以说这个场面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因为除了为坦克和装甲车 配备主动防御系统以外 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破局 而到目前为止 主动防御系统的技术承受度 远没有到可以防御穿越机的程度 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们有必要加紧科研公关 以便发展出更好的 能够对付无人机的防御系统